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常驻时角色强度反转 威力内卡卡罗开始下跌 安可成最大黑马 后续大家强明朝,亏大了 官方公布了1.2版本的两个限定五星角色 越来越多的限定五星角色加入 游戏环境方面也随之变化 就连一些老角色的强度也是发生了一个转变 有的成为了强势角色,有的开始下滑 那么经过1.1版本之后 限定五星角色的强度是否还和当初开服一样呢? 本期就来看一下常驻时角色 强度随着环境的一个变化 首先是公认的常驻时之光 开服很多玩家的第一选择维里奈 目前维里奈的强度还是在线的 毕竟是目前唯一一个五星奶妈 奶妈味基本离不开她 白子虽说随着精细的到了 吃到了一波红利 但整体来说或为里奈还是有一定差距 古界要等到下一个限定五星奶妈出来 才会取代为里奈的位置了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快了 因为1.0版本已经有主C和负C 1.1版本同样也是一个主C一个负C 1.2版本再来同样的套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所以在1.2版本的两个角色里面应该会有个奶妈 个人希望是哲之到时候就可以替代维里奈了 其次是卡卡罗反转比较大的一个角色 开服时期由于缺少主C 所以卡卡罗一直都是仅次于纪炎的五星 但随着精细的到来以及暗主的崛起 以及机智被砍数值难打全卡 卡罗的地位有所下降 然后是羚羊也是反转比较大的一个角色 当初因为剧情而忽略得起强度 真正入手之后发现其实并不弱 特别是手感这一块非常的丝滑 剑星目前表现重规重举 范佑性不错 但战场时间过长 要说常驻持最大的黑马应该就是安可了 火队组C 脱手C手感好 机智佳 一吃怪义 当初由于维里奈的风透过于强势 所以不少玩家都忽略了安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知道安可的好了 重点是按照目前长离的技能来看 安可将会是长离的最佳的队友 所以1.1版本 最大的常驻持黑马非安可莫属了 所以 没有永远强势的角色 也不会有一直吃灰的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 角色的强度也会发生一个变化 注意 以上只是游戏感受看法 并不代表角色的最终强度 1.1版本的双倍生骸活动即将开启 7月11号4点整 不少漂泊者都在等着 至于刷什么生骸 要看用自己有什么角色 然后对应去刷就可以了 没有最值得刷的生骸 只有最合适自己的生骸 所以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强化生骸的隐藏办法 帮你快速毕业 开始之前 先说一下主C需要的生骸词条 优先双爆其次 百分百比攻击 最后是角色主要伤害加成 例如 技研是重击加成 也就是说 一个优秀的生骸 必须具备以上三的要素 所以我们也是往这三个方面 去强化刷词条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直接放弃就行 反之则可以保留 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一费卡强化加五 只要第一个不是目标词条的话 就可以直接放弃 拿去回收即可 至于三费和四费 相对来说 毕竟稀缺一些 可以强化多一两次 如果还是没有目标词条的话 同样也是直接放弃 这样就可以最大化的节约生骸资源 避免到后期的不必要的浪费 不过这都是一些基本操作重点 在后面 当你重复以上操作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 尾随机概率 也就是说 当你一直没有出现的生骸词条 系统会进行一个概率补偿 因为所有的概率 最后都会达到平衡 所以有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bug进行电刀操作 从而刷出我们想要的生骸词条 具体的操作是 当你强化出一个 双爆词条的生骸时 然后停手强化这个生骸 拿出一个全新的生骸强化加五 去看它的词条 一直开直到开出生命 或者防御的时候 然后再回头去强化 当初我们拿到的那个双爆词条 这个时候 一般来说 运气都不会太差 都能出比较好的词条 当然 这也有堵的成分 但相对于直接强化来说 更使用一些 目前 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利用 这个方法 刷到了自己想要的生骸 同时 还有一些up 也做了相关的实验 发现确实存在 一定的补偿概率 不过 凡是没有绝对 这只是一个概率性事件 再说去尝试一下 又没有损失 按照这样的办法 反倒能节约生骸何乐不为呢 5 2 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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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9 8 9